高以祥离世已经26天了 热度依旧没有消退 粉丝们继续为他打榜投票 路人们依旧为他惋惜 庞佛只有这样才能将他记忆得更久一些 在12月21日晚 一位高以祥的真爱粉以帝欧的口吻为他写了一封信 像是父子之间的告别 每一句话都催人泪下 多次哽咽才将这封信读完 亲爱的爸比 上个月的25号你在家收拾行李 我知道你又准备出门去工作 跟往常一样 我呲呲地跑到行李箱前 冲你汪汪叫了两声 问你这次去哪里 你走过来抱起我 说蒂欧 爸比要去趟宁波 很快就回来 这两天二伯伯照顾你 要乖哦 我顺从把头贴在你胸前 又习惯性地把一只钱找举起来伸向你 和你握握手 这是我们每次告别时的仪式 我知道你这次出门 不会走太久 因为29号是毛毛叔叔的婚礼 你说要带我一起去给他当伴郎 听到这个消息起 我就一直很兴奋 也很期待 畅想住那一天打扮得帅帅的 在他们的婚礼上经验亮相 与大家共同见证一对新人走进婚姻的殿堂 从此开启幸福的旅程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我的心变得焦虑和不安 因为你还没有回来 我不会计算时间 但能感觉到 真的过了挺久的了 毛毛叔叔结婚的日子都应该到了 或者已经完了 可是为什么不见你的身影 是工作没结束延迟回家了吗 还是帮毛毛叔叔忙婚礼的事 没时间回来接我呢 以前你出差在外 会常常打电话跟我视频 这回走了这么久 却一个电话都没有 你走的时候 明明说很快回来的 这是你第一次失约 二伯伯还是会给我备吃的 但好像心情不太好 眼睛是肿的 看起来很憔悴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直到爷爷奶奶 大伯二伯他们一起回来了 我眼前一亮 因为我看到了你的行李箱 我奔到门口转圈 却没发现你的身影 可这明明就是你的行李啊 再熟悉不过 二伯把我叫回来 关上了门 我围住行李箱转来转去 不停用鼻子嗅 甚至以为你躲在行李箱里 跟我玩捉迷藏 结果 二伯伯默默把行李箱拎上楼 我打量住每个人 眼睛都红红的 一脸七哀 周围的空气彷彷凝固了 这位粉丝真的写了很长的一封告别信 他以帝欧的口吻和高以祥正式告别 要他在远方好好照顾自己 一定要注意身体 还有在天堂的新家为他准备好小房子和玩具 当生命终结时 还会去找他 来世 还要做你的孩子 大家都知道帝欧是高以祥身边的一条小狗 六年前收养的他 两人生活中像父子般相处 高以祥也为帝欧开通了INCE 记录了很多关于帝欧的日常 真的就像养孩子一样 照顾这个小狗 所以在高以祥去世后 很多人也都担心帝欧的状态 他有没有人照顾 未来谁收养他 据之前媒体报道高以祥离世后帝欧被高以祥的二哥养住 前两日也晒出了帝欧的视频 Bella的爸爸也有分享帝欧的动态 家人们肯定也会像高以祥一样的宠爱他 只是那么久没有见到爸比 一定非常想他吧 高以祥猝死一事引起了全民悲伤 是觉得那么完美的一个人就这样离开了很不公平也很难接受 原本是可以避免这场意外的 可惜节目组未能救回生命 这也是很多人惋惜的原因吧 这也是很多人惋惜的原因吧 这也是很多人惋惜的原因 这也是很多人惋惜的原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